桃園市之前在疫情三級警戒的時候 當時市長鄭文燦是大動作的拆除籃框 那在降級二級後在12號的時候 是宣布說籃球場16號要逐步解封 但是要戴口罩打籃球 請問一下北市會跟進嗎 那如果不開放的話理由是什麼 戴口罩打籃球 可以叫鄭文燦市長先示範一遍 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再決定說這個要怎麼處理 不過是這樣 剛才已經講過 解封是這樣 對我來講 這個民生必要的 社會運作必要的先解封 那如果是休閒娛樂的 就是安全的狀態下才解封 這是我的策略 所以如果是休閒娛樂這樣 就慢慢做就好 就不急